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店家老板们一同分享喜悦 要如何把过去12年的采访记录放进一本书里 阿选说这是一件非常挑战的事 虽然所有的故事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要花很长的时间 不过他说往后还是会持续整理 希望让大家能够听到更多故事 阿选说这本书不只是一本美食书 更是一本有共同记忆的书呢 当中有很多是已经被我们遗忘的老故事 所以希望透过这本书能够让读者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好时光 我希望其实读者在看了这本书之后 是可以回望自己的生命 也可以寻找属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好时光 食物或许只能让人温饱 不过文字却能够承载不同层次的情感 阿选好时光让食物和文字结合 为可能平凡的故事注入更多 激励人生的价值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